40. 戴公報 希脫歐議題明年或重提 2015年7月22日國際經濟A13 戴公報信 彭博消息 經濟學者表示,希力脫歐可能成為明年難題 彭博訪問34位經濟員後得的調查結果顯示 71%受訪者認為,2016年底希力脫離歐元區問題或再度重返談判暫 70%受訪經濟員稱,2015年餘下時間希力應該會安全 但約半數受訪經濟員稱,希力總理齊普拉斯爭取的860億歐元援助方案 最終將會證明是規模太少 雖然齊普拉斯努力達到獲取第三輪援助的要求 但上週他與歐元區領袖達成的協議仍然有不足 外界對希力實現三年改革計劃感到擔憂 歐洲債權人拒絕確實承諾重整希力債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,希力必須穩定財政狀況 經濟員對500億歐元資產出售目標有所質疑 不少人懷疑要求一個經濟脆弱的國家實施更多緊縮政策 究竟有什麼得益?德國商業銀行經濟員表示 如果沒有某些形式減債,援助方案永不足夠 向一個無力還債的國家提供額外貸款 等於愛因斯坦對瘋狂的定義,重複做相同時 確期待得到不同結果,齊普拉斯與債權人半年來爭拗 希力債券價格大跌,在6月26日停止交易前 該國2017年國際知識升月30厘 去年10月時該期限債息低於4厘 今年1月份齊普拉斯上台時約為10厘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行列 呼籲減債協助希力經濟復甦 但德國總利麥克爾排除削減希力債務名以價值 並尚未準備放寬還款條件 經濟源指出,除了德國 似乎大部分其他歐元區國家都同意希力需要大幅減債 除非希力減債,否則難以看見希力留在歐元區生存